慈禧志工把握时间为开灾节发放做最后的联席 平时宁静的联络处因为三大民族会中的聚集 而显得格外热闹 照顾户与慈禧志工一起合影 为彼此之间的爱与关怀留下纪念 我们今年的开灾节跟晚年的是不一样 每一年的开灾节的发放就是说 他们马来人他们一起庆祝 可是今年的我们会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是尊重带我们的三大主民 他们一起来庆祝 那就是叫做母义吧 五月也是慈禧的三恩节 慈禧志工用心策划感念亲恩的环节 都让孩子们为家长献上康乃心 以表达感恩之心 志工精心安排所有节目 都让照顾户感到万分欣慰 他们会感到万分欣慰 他们会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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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个人都要说 每个人都要在小伙子里 每个人都要努力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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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一刻的 hold my name 是令人参与 平时在日快乐 是令人参与 environmental 不认为一人还是两人 然后是一人参与的 这是非常努力的 热情温馨的发放纪戎叶会 在一片幻生笑语中落幕 照顾客带着发放物资及满满的爱 发喜复归 大海新闻马来西亚冰城真善美志工采访报导